这四十八愿 法乐怎么修 如何落实 要不能落实 这个愿是假的 是虚愿 怎么落实 经上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第二篇就说过 借供遵修 普贤大使之德 四十八愿 每一愿都落实在 普贤十大愿望 所以我们修普贤十大愿望 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 圆满落实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 设大愿望第一条 离经祝福 很多人不知道 这恭敬信搜出来 日本的道声和福 他成功的秘句 夜深奉行四个字 敬天爱人 你看像不像普贤第一愿 这是他成功的秘诀 夜深 敬天爱人 阿弥陀佛 普贤第一愿 离经祝福 我们要把他做到啊 要修礼经 对人有礼貌 有恭敬心 把一切众生看作祝福如来 我是凡夫 凡夫就我一个人 除我之外 所有一切人 都是祝福如来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普贤菩萨就是这么做法 怎么是真的呢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这就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从性上看 本来是福 人家从相上看到你的本性 你原来是诸福 我们凡夫 主相不见信 相是凡夫 心里本来是福 佛眼睛 看一切众生都是福 凡夫眼睛 看佛菩萨也是凡夫 就这么个道理 我们要修福 不能修凡夫 是不是 我应该是凡夫 是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